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這個課程是咖啡學 我們這個課除了在大學部我們有開之外 我們在進修推廣部也有開 這個課是先開在我們的大學部裡面 在民國92年的時候我們就開了這個課 所以當時的目的是因為 我們看到當時台灣咖啡的風氣開始起來 然後很多人都想要喝到好咖啡 但是問題是要怎麼喝咖啡 所以那時候也是替我自己找出路 因為本來我的專業並不是在咖啡上面 我的專業可能跟茶比較接近 家裡的緣故我們大概六歲就跟著阿公在茶行裡面喝茶 六歲那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六歲喝完茶之後就可以去吃雞捲 所以喝茶的時候就是蹲在水溝裡面 阿公喝茶就砰 我們就跟著砰砰砰砰這樣子 所以從小砰出來的 喝茶是喝了比較久 那農藝系本來一直有茶作學這個課 台灣的這個高山茶 或者是台灣這個台灣茶的這個基礎 日本人在日據時代建立之後 後來就光復之後 由我們系的一位教授 吳振多吳老師接著 然後擔任茶業改良廠的廠長 三十幾年 他就是一直沒有離開那個廠長的位置 做到退休 那一手把台灣的這個平茶制度 台灣茶業的鑑定制度弄起來 所以你現在喝到台灣茶 什麼冠軍茶 第一頭等特等的這些東西 就是他一手建立起來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跟著他學這些東西 後來人到美國去念書 就要準備存糧 所以那時候我就記得我帶了快十公斤的紅茶去 然後結果第一個學期就沒了 因為我們的紅茶太好喝了 就是現在聽說現在叫台茶十八號的那一個 但是那時候我們去買一公斤九十塊錢 現在是一斤四千塊起跳 所以那個時候因為還是沒有這個命名 所以他的價格就還好 那太好喝了 所以我到美國去念書的時候 我的指導教授 有一個退休的教授 他是在顯微鏡的操作上面 他算是一個泰豆 他已經退休了 一個月到戲館一次 那一次來剛好我就拿一包紅茶給他 四分四兩 然後他隔天又來了 他說我太太說你的紅茶很好喝 一定要叫我來跟你謝一謝 所以我就再送他三包 然後另外有一個學統計的教授 他每一年都要飛肯亞一趟 休假他就是要飛肯亞去買紅茶 所以我又送他一包 然後從事他就不去肯亞了 然後我的茶就被喝光了 這樣子 OK所以後來就開始喝咖啡 因為沒有茶 所以就開始喝咖啡 所以那時候就剛好有那個網路上的郵購 你只要跟我買固定每一個月 買一個咖啡 買半磅的咖啡 我就送你一台咖啡機 那我們那時候就被誘惑 其實那台咖啡機才十塊美金而已 所以很好被誘惑 但是因為那時候重點是看到 他的咖啡有不同的品種 就是說這個是什麼品種的咖啡 什麼產地什麼品種的咖啡 季節限定 那這個對我來講這才是誘惑 不是那個十塊錢的咖啡機 是因為我們是學育種的 我本身是育種 那台灣的育種學博士 大概一隻手就算完了 所以我是其中的一個 所以我們學育種人就有一個毛病 我們喜歡收集 大家都喜歡收集東西 有人喜歡收集火柴和小汽車 有人喜歡收集什麼東西 我們喜歡收集品種 所以各式各樣的品種 像我自己手上 我牧草的品種大概有六百多個 然後我們草坪草的品種 大概之前收集的時候大概有七百多個 然後這個高粱的品種大概一千多個 水稻品種大概一千多個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習慣 所以咖啡的品種 我現在手上還有二十幾個品種 所以看到那個品種 所以我們就開始有興趣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接觸這個咖啡 那回來台灣之後 畢業之後回來台灣之後 就在想說 要開什麼課 要開什麼課才好 所以當然我們就開了 最熱門的分子生物學 所以我的博士論文做的就是分子生物學的部分 但是那個要調剂一下身心 所以剛好看到這個咖啡課 咖啡這個產業 那個時候是一個機會 我在農場擔任管理組長 所以在管理組長的任內 我們就想說這個農場要賺點錢 對不對 要賣一點東西 所以想一想這個咖啡好像還不錯賣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去 看看市場上需要什麼樣的咖啡 所以怎麼辦呢 學校開課 對學校對大家來講 這是一點都不覺得奇怪的事情 你不開課賣東西才怪 開了課賣東西就不會太奇怪 所以我們就開了課 那是開市民講座 那時候你們沒有參加到真的是虧大 150塊錢 可以喝9種咖啡 包括藍珊跟扣娜 9杯咖啡只要150塊 而且是我煮的 你現在喝到我煮的咖啡不容易了 所以那時候玩了大概3次 就辦了3次 就發現大部分人喝到第5種以後 就已經分不清楚了 所以後面再喝藍珊再喝扣娜 對他來講都已經是糟蹋糧食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調整 我們還是一樣150塊 但是給5種 就5種咖啡 就還是一樣分不太出來 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3種就好 一樣是150塊錢 所以你看這個CP值越來越高 對我來講 OK 好 那個那個東西其實是我在測試市場 因為我準備要開咖啡學了 我準備要開咖啡學 我們上課的時候需要給同學喝多少種咖啡 你們才有辦法學到東西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利用這個東西 3種咖啡 所以我們現在每一次上課會喝3種咖啡 是經過那群白老鼠的實驗出來的 OK 好 那所以我們當初開這個咖啡學的目的是什麼呢 課程的目的有幾個 第一個 我希望介紹大家能夠認識這個咖啡官人鑑定的原理跟操作的程序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那時候我要開咖啡課 很多人就問我說 你在台大你要開咖啡學啊 你要叫我們煮咖啡喔 我說完蛋了 如果我在一個台灣大學 開一個叫人家煮咖啡的課 完蛋了 這下子這個一肆英明就毀了 你怎麼可以開這種課呢 在台灣大學裡面你怎麼可以開這種課呢 對不對 因為那些學生都是肆體不勤五股不分的學生啊 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把他們交了會呢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但是這群學生有一個毛病 他有這樣的毛病 可是他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給他三分顏色 他絕對可以開一片染坊出來 不是開一間染坊 他是開一條街的染坊出來 因為他們太會說了 你只要給他一點點東西 他就會講一堆東西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看到在整個咖啡產業界裡面最重要的一環 我們台灣有這些技職學校 有這些餐飲學校 在教學生怎麼煮咖啡 再怎麼去經營咖啡廳等等這些東西 對不對 然後你去喝咖啡的時候他覺得 他們咖啡怎麼樣 就開始批評來批評去 對不對 那這個開始變成是狗咬狗了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不會進步 搞到最後就是不會進步 所以你會看到外面的咖啡廳 咖啡的煮咖啡有很多派別 他們就是狗咬狗 那就沒有進步 所以這個現象從日據時代 那時候台灣就有咖啡館 一直到到差不多1980年代 就是這樣子 所以整個台灣咖啡的產業 煮咖啡的這個水準 也就是那個樣子 它沒有辦法提升 那我所看到就是說 我們需要有善意的批評 善意的這個建議 可以讓這個咖啡產業的業者 大家知道說他的問題所在 然後他能夠去提升他的咖啡品質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群人 能夠去做這些full critics 就是食物的這個批評家 所以我們當時就希望能夠 在整個咖啡產業裡面 我們增加一個這種項目 就是裁判的項目 所以我們這個課主要就是要訓練評審 所以你要做一個評審 你自己需要被訓練過 所以我們就是要介紹你怎麼樣去做 這個評審的這個過程 所以怎麼樣去喝咖啡 那這個咖啡它有一套方法 去知道它的品質的好壞 所以它的原理是什麼 然後怎麼操作 OK 然後透過這樣的原理跟操作流程之後 你會接觸到各種咖啡的氣味 所以你要能夠熟悉 要能夠區別這些咖啡的香味 跟香氣跟滋味 然後完了之後 你要能夠自己去操作這個 咖啡官能堅定的操作 為什麼 一旦我們開始做這個事情 我們希望咖啡業界就會開始做這個工作 那這些咖啡業者 他們需要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如果都來找我 那我不忙死了嗎 對不對 那事實上就應該把這個工作機會 讓我們的學生去做 所以你們就會有就業機會 你們就可以到這些咖啡的業者的公司去上班 去到那邊 你就要去幫他做咖啡的鑑定 所以你要會自己獨立的操作這些流程 然後你要能夠講解跟咖啡飲料特色相關的這些知識 然後你要解說你喝到這杯咖啡的能力 它的特色的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培養出一群裁判出來 那所以經過了十年 民國九十二年到現在 九十三年開課到現在 今年一百零五年 十幾年 對不對 我們外面到處都是 咖啡官能鑑定的實驗室 所以我等於是 我教了一堆人 然後開課來跟我競爭 OK 所以表示那個時候 這個事情是對的 就是我們當時十年前做的事情是對的 要不然大家不會複製 對不對 市場上不會流行 然後 這幾年呢 我們的 達到我們要的一個目標 就是我們希望做這麼多評審出來 對不對 我們希望我們的目標 是要打造台北成為華人的咖啡首都 對不對 你今天到美國去 如果你要喝咖啡你會去哪裡 西雅圖 對不對 如果你去歐洲的話 你要去哪裡喝咖啡 你不去法國 不就去義大利 對不對 如果你到講中文的地方 你要去哪裡喝咖啡 你要來台北喝咖啡 OK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要讓台北成為咖啡首都 只要是講中國話的地方 你要喝咖啡 你要到台北來 OK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需要有裁判去提升 我們整個咖啡館的品質 那當時我們會有這樣的目標 也不是一個自己做夢的一個目標 是因為我們觀察到很多的事實 有客觀的基礎 所以我們覺得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因為台北市的咖啡館 到兩三年前為止 它的咖啡館的密度 是世界第一 不算7-11跟全家 如果你把7-11跟全家算進去的話 我們是天下無敵的 真的 那個咖啡館的密度 台北的咖啡館密度 真的是天下無敵的 不算7-11跟全家 這些通路上的店的話 所以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你今天到美國去喝咖啡 你喝到的咖啡 都是義式咖啡 都是espresso機器煮出來的 它在去加什麼加什麼加什麼 是義式咖啡為基底的 你到日本去喝咖啡 你喝到的是日式咖啡為基底的 對不對 你要喝一杯義式咖啡 現在多一點了 剛開始 日本的時候還不多 但在台北 你什麼咖啡都喝得到 你可以喝到土耳其咖啡 你可以喝到各式各樣的這種咖啡 所以在這個多樣性上面 在咖啡的多樣性上面 我們台北算是 全世界也算是最豐富的 你想要喝任何一種咖啡 台北都喝得到 你有一些咖啡在別的國家 你是喝不到的 然後這個是咖啡館的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咖啡農跟咖啡館之間的溝通 我們的像歐洲的這些國家 他們喝咖啡的人就在歐洲 那些地方在溫帶地區 種咖啡的人在哪裡 在熱帶地區 如果今天喝咖啡的人 對這杯咖啡有意見 說這杯咖啡太酸了 這個豆子種不好 你要找人罵 你要怎麼 你要花多久時間 你要買一張機票 30個小時 你才會飛到產地 對不對 然後到產地之後 還要小心有遊擊隊 你不一定活著回來的 所以這個對西方國家 他們咖啡的消費者 他想要跟農民溝通 那個其實是蠻遙遠的 那你說打Skype 誰理你啊 是不是 但台灣 你如果要找我們阿里山的咖啡農 你多久可以到 你兩個小時就到了 買一張高鐵票 就到他家門口 兩個小時就跟他家 阿里山你的咖啡很讚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在台灣 能夠做到的一件事情 消費者可以跟生產者 直接對話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碰到這個農民 這個消費者 這個生產者 他是非常有心的 台灣農民 你千萬不要嫌棄他 他會寄你一輩子 然後明年就種出 你所要的產品給你 這是台灣農民的特質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系統 我們把我們的台灣整個咖啡 把它弄起來 我們會彈起來 所以台灣就是有這樣的幾個基礎 就是我們咖啡館是最多的 生產者跟消費者是緊密連結的 對不對 所以生產者的一些想法 可以跟消費 消費者的一些想法 可以直接跟生產者溝通 生產者種出來的咖啡豆 他需要有人去幫他批評指教的時候 消費者就在那邊等著他 有各式各樣的咖啡館 會去跟他溝通 所以這個條件是全世界只有台灣有的 別的地方沒有 別的地方都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最重要的是 台灣人尤其是台北人 真的是很喜歡吃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的口味 你的食物的這種喜好的豐富度是夠的 你不會偏到某一個地方去 對不對 所以一個咖啡出來 他可以有各種不同的人 各種不同的風味 不同的喜好去批評他 所以這個咖啡被批評的 是很公平的被批評 這個對咖啡來講 對咖啡豆來講 這是一件應該 他值得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基於這個東西 我們認為 台北絕對可以成為華人的咖啡首都 那我們做到了沒有 做到了 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 USA Today 它有一個評比 全世界十大咖啡首都 十大咖啡城市 台北是第十名 亞洲只有台北入圍 所以這個很不容易 對不對 那都是歐洲的這些咖啡城市 在入選咖啡的城市 這是很合理的 台北 對不對 所以對大家來講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然後過兩年 BBC 評選十大值得去的咖啡城 六大值得咖啡區的城市 台北也是其中之一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 我們的多樣性 你在台北所找到咖啡館的多樣性 是別的地方所沒有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那這些事情跟我有關係嗎 好像有點關係 因為過去幾年台北市的 辦了咖啡節的活動 它所這個比賽的規則 評審 出了評審 還有這些選手的訓練 我們大概都後面 我們都是幕後的常敬人 所以這個是我們過去幾年 所做的一些事情 大概這樣子就讓整個咖啡的水準提升上來了 好 那我們搭配資源是什麼 我們訓練你之後 我們你來這邊喝完咖啡 上過這個十個禮拜的課 十六個禮拜的課之後 你敢去當評審嗎 對不對 當評審好像很屌的事情 很厲害的事情對不對 對啊 SNG車對著你的時候 你就臭臭氣 對不對 你就不知道怎麼辦 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所以何況 人家還會拿特寫 看你喝咖啡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怎麼辦 你必須要有經驗 所以我們透過我們 協助辦你各項咖啡比賽活動 你來當助理評審 你來當助理 當助理評審 然後最後你變成評審 你這個逐步進擊的過程 你熟悉那個氣氛那個氛圍 那種SNG車對著你的 然後所有觀眾對著你的那種氛圍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給你的機會 然後另外就是說 你今天去 除了咖啡 煮咖啡比賽之外 我們咖啡生豆的 這些產區的比賽 像谷坑的咖啡 台東咖啡 屏東花蓮這些咖啡的比賽 這些都是以後 有機會我們會去辦的 我們去辦過的 然後另外帶你去看 各地的這個咖啡園 那我帶你去看咖啡園 跟你自己去看咖啡園 會很不一樣 因為我帶你去 農民會很客氣 他們會老實說 他們會告訴你說 他的一些問題 因為我難得去 所以他們有問題 會趕快問 所以那時候你就會知道 他的問題所在 那如果你自己去 他會講 我的咖啡也好得不得了 我是天下無敵最好的咖啡 所以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都沒有看到就對了 好然後另外 我們會協助台灣的 各種咖啡組織的評審活動 像台灣咖啡協會 台北精品咖啡協會 這些活動 這是我們歷屆辦的咖啡評審活動 所以我們2004年台灣咖啡節 古坑咖啡 所以你聽過古坑咖啡吧 古坑咖啡2003年第一次辦 然後辦完之後非常成功 那那一次是緣起就是1999年的921大地震 那時候整個中部的農業區就受到很大的這個傷害 所以那時候1999年災後2000年 那時候就開那個921重建會就成立了 然後就在那邊討論說要種什麼東西 必須要有水土保持的功能 然後還要兼顧農民的收益 那水土保持功能在那裡沒有話說 因為他們都種檳榔 那這個檳榔聽說對水土保持不太好 不見得啦 是超限利用的問題 是你坡度不對 種什麼東西都不好 並不是檳榔種的不好 是超限利用的問題 那另外的前提就是 你要保障農民的收益 那那個地區的災區 那些921災區的農民 基本上他們一大部分是種檳榔 那種檳榔是政府不輔導的 因為它太好賺了 檳榔在當時全盛的時期 每一年一個農民一公頃的檳榔 可以買一輛Benz 所以你今天叫他種什麼東西 叫他回去種地瓜嗎 對不對 這個一個Benz的車子都裝不下去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很傷腦筋 到底要輔導農民種什麼東西 對不對 如果今天你是921的官員 對不對 你在那邊傷腦筋說 要建議農民復救 要種什麼作物的時候 你會傷腦筋 因為檳榔太好賺了 好 所以那時候大家在 在傷腦筋的時候 就有人大家都在打瞌睡了 像現在你們就有點打瞌睡 就需要來一杯咖啡提升一下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 Starbuck剛進來 Starbuck是97年進來台灣的 1997年進來台灣的 所以那個時候 就有人去買了Starbuck咖啡 請大家喝 就有人看說 這一杯咖啡多少錢 125塊一杯 OK Starbuck125塊一杯 那就有農業專家問 那煮那一杯咖啡要多少 多少公克的豆子 7公克的豆子 可以煮一杯咖啡 這樣子 那我們來做一下成本分析 一棵樹可以生產多少咖啡豆 一磅的咖啡豆 對不對 一年一棵咖啡樹可以生產一磅 一磅就是454公克 對不對 除以7公克 多少杯 60杯 對不對 好 60一杯125 哇 8400耶 一棵樹8400耶 那跟搖錢樹一樣 不是嗎 那一公頃 可以種幾棵樹 可以種2000到3000顆 好就這個啦 不用說了 喝咖啡 好 OK 然後水保局有沒有問題 好死不死 我們的水保局長 當時水保局長 吳輝龍超愛喝咖啡的 沒有問題啊 我們就推啦 所以就開始種咖啡 好了 所以就2000年就開始鼓勵種咖啡 好 所以古坑種災區就開始種咖啡 因為水保局就在旁邊 所以他們就第一個開始種一堆咖啡 好了 咖啡種下去 多久會結果 三年 三年就開花結果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古坑鄉的鄉長 這一定要給他記上 功勞部 這樣記上一筆 他那時候就開始傷腦筋啊 哇 咖啡種下去了 咖啡都長出來了 要賣給誰啊 要怎麼賣啊 對不對 所以他那時候想來想去 他就說好 那辦個咖啡節好了 辦個活動 因為大家都這樣辦嘛 對不對 你會看到有沒有什麼 酸仔節啦 芒果節啦 西瓜節啦 芭樂節啦 當然辦個咖啡節 也是OK的 但是別人辦那些節 都是真的很酸仔芭樂這樣子 就是一個上午就搞定了 我們這位鄉長他搞一個月 是三十天 不是一個月 禮拜一到禮拜六 禮拜天每一天 所以他把古坑鄉 所有人都抄翻一遍 你看連那些平常在那邊 寫書法的人都要參加咖啡活動 對不對 你要來寫一個印個緊啊 寫一些這個文書法比賽 跟咖啡有關的來寫一些對聯啊 對不對 然後那些媽媽跳土風舞的啊 都要來那個比賽表演一下 所以他變成是一個全民運動 整個古坑鄉全部都弄起來 好 然後我們這位鄉長 他當時在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他一定要辦個記者會 告訴人家說 我們要辦這個活動了嘛 所以一般的這些 就是在自己的鄉裡面 然後找地方記者 我們要辦個活動啊 就上地方版 我們這位鄉長 來到台北的紅樓 辦記者照待會 所以全台灣的報紙就出來了 台灣有咖啡啊 對不對 所以什麼時候開始 好 什麼時候開始 OK好 然後在哪裡 古坑沒聽說台灣有什麼地方叫古坑嗎 對不對 所以開始 第一次古坑就出現在大家的地圖上面了 開始搜尋 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走走走走就找 一路這樣找 真的是荒郊野外 好不容易下了高速公路說 哇還有那麼遠啊 很累 休息一下旁邊有人在賣柳丁 對不對 哇這柳丁這一袋 哇台北賣這樣子要兩百塊 你這邊只要五十塊 趕快買三袋 對不對 然後旁邊有炸柳丁汁再買三罐 等一下收五十塊而已 對不對 這三罐在台北要兩百 五十塊就買 然後開開開一路 好不容易走到古坑 他的車子後箱全部塞滿了柳丁 對不對 後來我跟那個箱子就很熟 他就說 教授 我跟你講 我們那時候的slogan 我們叫咖啡是一顆磨豆 這是他的slogan 對不對 一定要有個slogan 活動一定要有個slogan 咖啡是一顆磨豆 然後後面他就沒有講了 帶你來買柳丁 因為古坑鄉有另外一個農產品 已經是幾十年的老問題 他柳丁賣不出去 全台灣每個箱都在賣柳 都有種柳丁 然後大家都賣不出去 只要一瘋產 通通賣不出去 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今天就一魚雙吃 對不對 我就我要辦個咖啡節活動 結果他賣的最好是賣柳丁 這要學 這要學 他是外文系的 所以跟你講 這個越是專業的人 越沒有創意 你今天當個鄉長 你如果是這個政治系的 公共行政系的 你就沒有這種創意 對不對 你找個 如果你找這種農會的幹事 他是農推系的 他是農新系 絕對不會有這種創意 你今天找個外文系 他就給你搞這種東西 對不對 然後從此就奠定 古坑咖啡 等於台灣咖啡 所以這個對他來講 這是搶下這個title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這邊有做行銷的同學 你就要學著這一種 這是一種很好的一個重點 那 最後那一年他們就辦了 所有的活動 其中就包括 咖啡生豆的瓶件 生豆的瓶件 那這個生豆的瓶件 一瓶下去 哇 十三個參加樣品 結果呢 每一個通通都有獎 最佳香氣獎 最佳滋味獎 然後最佳人員獎 等等 每一個都有一個獎牌 然後最後就有人狗咬狗 他說你看 他豆子是進口豆 他豆子是怎麼樣 然後開始就 就完了 對不對 就是狗咬狗 就完了 所以 所以 但是俠不掩喻 因為他至少要留定賣得非常好 好那第二年呢 他們就決定繼續要辦這個比賽 那因為他辦得很好 所以帶來很多觀光人潮 所以這時候雲林縣政府 就要錦上添花 他說來來來 我補助你經費 你申請一個計畫 我補助你經費 本來第一年是自己的錢 農會自己花錢 鄉公所自己花錢 結果 因為辦得很好 所以縣政府要來插花 就說來 你提一個計畫來 我們給你錢 你今年擴大辦理 好了 Proposal提上來 那一定要有審查委員 所以我們的農學院的院長 那時候的院長是楊平市楊老師 棍蟲系的楊老師 就是做那個蝴蝶富裕的 櫻蟲富裕的楊老師 那時候我是農場管理組長 所以他就去那個開會去看 咖啡有問題 來來來 我叫我們那個學校的一個王老師來幫你忙 我就被叫去了 所以楊老師那時候 我是他的學生 因為 我大學 住在這邊的時候 在那邊 然後他來這邊當講師 帶著我們去田裡面抓螢火蟲的時候 我們就是跟著他 他是第二年當老師 所以那時候老師交代要辦事情 然後那時候又是院長 我又是管理農場管理組長 他是我長官 所以長官交代一件事情 我們花了十年才給他辦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路辦下來的比賽 一路辦下來比賽 我們從台灣咖啡姐的平均 我們2004年開始接辦 然後那時候接手辦理的時候 我們的想法就是 要辦比賽 一定要比賽規則 對不對 那你比賽規則要哪一種 我們可以挑重量級的比賽規則 可以挑中量級的比賽 也可以挑雨量級的比賽規則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就看你的選手 有沒有那個能耐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講台灣農民很厲害 對不對 他就怕把東西賣不出去 他絕對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所以我們當時就挑了最嚴格的 美國精品咖啡協會的精品咖啡的標準 而且一定要做這樣子 因為台灣的勞動成本太高了 對不對 我們的人力成本各方面 土力成本 肥料什麼都很貴 對不對 那個咖啡你要賣多少錢 一定要賣高一點才行 所以我們用精品咖啡來做 它的品質達得到 基本上就OK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當時用精品咖啡的 這個標準來做 那 問題是 這些農民早就忘了怎麼種咖啡 他的祖父曾經種過咖啡 可是後來就沒有種了 所以到底咖啡的品質應該是怎麼樣的 他其實也搞不太清楚 所以才有第一年那種狗咬狗的問題 就是你咖啡不好 到底怎麼樣不好 誰拿冠軍其實大家都不曉得 到底他好在哪裡 或是不好在哪裡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辦比賽的時候 我們就 辦評鑑 評鑑的意思就是說 好壞 我全部跟你走過一遍流程 我的重點就是輔導你 對不對 你的豆子從生豆交過來給我們 那我們就一路幫你做考總 外觀的評選這方面 然後計分各方面的 然後最後幫你烘焙 烘完之後還要幫你磨 磨完之後我們還有喝 喝完之後還給你一個報告 這就是完整的一個流程 所以評鑑就是 你不管什麼豆子 只要你參加 我全部給你走一遍 比賽的話就會有淘汰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前三年 我們就跟農民約定好 我給你辦評鑑 你任何豆子來 我通通都接受 那所以就這樣子做 那第四年開始 我們才開始辦比賽 所以這是我們一路辦的這些比賽 看一下照片 OK 所以我們在2004年辦比賽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評審 台灣要找咖啡評審 在那個時候找到就是四咖 這就是當時的大咖 對不對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中間這一位 穿長褲的這一位 就是古坑鄉的鄉長 謝淑雅 他現在是抖六市的市長 然後旁邊這位女士 就是我們博朗咖啡的吳一林 吳小姐 現在是台灣咖啡協會的理事長 所有博朗咖啡 就是金車飲料公司 的東西都要經過他的嘴巴 他喝的算數 OK 所以他是大吉 然後旁邊這位 比他高一點點的這一位 是台中歐色咖啡的 徐寶林 許仙恩 然後再來這一位 是我們的咖啡律師 是 走什麼 想不起來 是那個時候 要找一本咖啡的書 不太多的 所以他是當時寫這本咖啡實驗室的 一個律師 所以請他來喝咖啡 然後旁邊比我高的 南德爾比我高的 這是西雅圖咖啡老闆 所以我們這是當時幾個 願意出來擔任評審的人 非常感謝他們 因為那時候的咖啡 我記得我們咖啡把它擺好之後 他們四個人就把我圍起來 教授 這真的要喝嗎 他一看 因為他們都太有經驗了 那咖啡不能喝 這真的要喝嗎 喝 是 喝 所以他們就幫我一杯杯的喝 然後還有寫 跟我講這杯咖啡裡面 有兩條死魚 臭掉的 這裡面也是死青蛙 他的味道是怎麼樣的 他們告訴我 OK 這是他們的經驗 他們喝咖啡就可以判斷 咖啡豆在生產過程的一些問題 OK 好 所以我們辦完的過程 我們就跟農民溝通 因為農民不曉得我們的比賽規則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樣品 我們喝的樣品 我們會另外準備一份 在現場給農民看 所以參加比賽的人 他們會看到我們的過程 那他可以 我們的過程是整個開放的 圍起來不要進來就好了 那他可以看到我們 然後另外我們跟他討論 他們的豆子 我們的評審們跟農民 在討論這些豆子的一些特色 所以農民等於是開始接受一些 學習到一些東西了 所以他開始改進他的這個技術 然後當然就有SNG車來了 所以就開始 所以剛剛他要跟我裝這個麥克 我就很習慣 OK 好 所以這是2004年 然後過了7年 這是我們的評審 剛開始我們只有34個樣品 到這一次的時候 我們有154個樣品 154個樣品 一個裁判一天會喝死他 不可能的 他都麻掉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有三組評審 三組評審 但是三組評審 同一支豆子給不同的評審喝 會有公平性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開始要做評審的校正 所以就是要讓評審都一樣 校正他評的東西都一樣 所以這個豆子其實是被相同的對待過的 OK 所以這就是我們當時訓練出來的評審們 這些就是我們這個課程訓練出來的 那這些是我們金球推廣部的那些評審 所以這裡面你會看到男女老少 還有市農工商 每一個人的職業背景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谷坑辦比賽 因為我們辦出來的結果 是要對整個台灣社會大眾交代的 就是對台灣大眾的男女老少 市農工商交代的 OK 不同的族群 年齡族群 職業族群都會有它的喜好 對不對 這一群人會喜歡什麼東西 那一群人會喜歡那些東西 所以我們在評咖啡的時候 我們評出來的結果就必須要有代表性 對不對 所以這邊大家都有學統計 你們是學科學的人 你們一定要學過統計 統計要取樣 取樣的重點就是要有代表性 所以我們的評審要有代表性 那透過這個代表性所評出來的東西 對市場就會有一個交代 所以我們連續辦了10年 市場上對我們的批評 基本上是正面的多 負面一定會有 但是負面都還好 這是一般正常的負面批評 為什麼你辦那麼久 人家為我們辦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評審 那我們評審的規則就是這樣子 所以以後各位上課就是辦比賽 我們每一次上課就是訓練你 做一次比賽的規格來的 所以你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你就要去做咖啡的品評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每一次上課就是玩一次 就是做一次 然後我們後來去谷坑 去台東 台東從2008年第一次辦咖啡比賽 那時候我們就去幫他辦起來 那第一次只有18個樣品不多 所以我們就只派了4個評審去 大家比較輕鬆一點 反正到台東嘛對不對 比較輕鬆一點的地方 我們就穿得比較輕鬆一點 那我們喝完之後這些咖啡豆呢 我們就會留一份回來給同學喝 所以那時候我們辦比賽 因為我那時候在學校是專任 所以我不太可能用weekday的時候去上課 去比賽 我都是用禮拜六禮拜天去辦比賽 所以主辦單位就很痛苦 他們一定要禮拜六禮拜天加班陪我們 那我們辦完比賽之後 我就會留一份樣品豆 回來給上課的同學喝 所以這就是同學們在喝 所有比賽的這些咖啡豆 所以我們白天辦的同學 這就像你們的同學吧 像你們一樣嘛對不對 搞不好你的哥哥姊姊在這裡面 然後這晚上班的我們也會 就是進修推廣部 我們也留一份給他們 然後你喝到這些咖啡的時候 你就會喝到這種 哇 看著鬼 那個是那個時代 那個時候台灣咖啡真的是品質 真的是很 你就知道了 就這樣子 但你現在喝到這種咖啡 你喝不到了 這就是我們這幾年 我們努力的結果 這些評審們喝到這種 見到鬼的咖啡之後 之後慢慢的改進 你現在喝到這種見到鬼的咖啡 已經不多了 已經不多了 因為農民已經知道 這種豆子 絕對不可以拿給王教授的 他一定會把你打掉 OK 所以我們會跟他講為什麼 所以這就是我們訓練的一個結果 然後我們去參觀台灣各地的咖啡農園 每一年的一月二月的時候 是大家比較濃鹹的時候 然後大家可能比較有空的時候 我就會帶著我們這些咖啡的 咖啡課的同學 大學不同的要去的話也可以參加 去台灣的實地的這些 主要的咖啡生產區走訪一遍 所以像這個是到秀布蘭西的一個民宿 在我們開口 然後到台東的泰馬里 那這邊就是剛才的小咖啡樹 剛開始 小咖啡樹 那現在這咖啡樹都已經長大了 然後到屏東 屏東去看這些咖啡樹 那這些咖啡樹 看起來小小的一顆 但是不要看不起它 它已經六十歲了 這是日據時代的時候種下來的 那為什麼長不大呢 因為它長在石頭上面 沒有東西的 所以它就是長這麼大 這跟葡桃一樣 你要喝紅酒 好的紅酒一定 好的紅酒它一定來自那個 石頭地的葡桃 那葡桃就是小小的一顆 因為它長在石頭上面 那這個就是種那一棵樹的人 他小時候開始種 種到現在已經八十幾歲了 所以這就確定是他的 OK 到台南東山 前一陣子那個狂犬併發的時候 就是這個地區 然後那個咖啡 我們去的時候有時候會看到 人家在農民在做咖啡 我們就會一起看 然後去阿里山的咖啡園 阿里山咖啡中在哪裡 這邊 下面這邊 我的帽子 在這邊 這邊一顆一顆的 大概這是當時最大的一個咖啡園 有五千顆咖啡樹 這對台灣來講 這已經是很大的一塊地了 一般的咖啡園大概是兩百顆咖啡樹 或是五百顆咖啡樹 他當時就種了五千顆咖啡樹 然後他的咖啡呢 每一顆都像櫻桃一樣大 所以他的修枝 修枝非常的少 讓他這個結果的量變得非常少 但是每一顆果實變得非常大 所以他的咖啡豆 基本上會達到 人家都在一塊錢銅板以下 他的最少都一塊錢銅板以上 最大會到五塊錢銅板 那是已經快超級的巨嬰了 所以這是他的咖啡 這以後我們會有機會再講 所以後來我們去協助辦理咖啡比賽 所以我自己先去 但是後來我就不太去 我就交給我們的學生去 所以這個是台灣咖啡大師比賽 所以我去當評審的比賽的狀況 再看一次對不對 這樣不是很帥嗎 我們再看一次好了 OK 好 所以這是我辦咖啡比賽的時候 你當一個評審 你就要有一個樣子出來 所以我們希望 在我們這個課程訓練過程之後 以後各位當評審的時候 就是要有這個樣子 要能夠出得來 好 那我們這個課程 我們還會有一些 協助大家上課的一些東西 我們會有一些香料組等等這種東西 那標準色卡 我們這個課其實很重要的一個過程就是 是在訓練你們 我們在做裁判的校正 像你今天來當這個 你們家裡如果有鋼琴的人 你鋼琴走音的時候怎麼辦 你要找一個調音師對不對 調音師就會來幫你們調音 所以他會帶他的標準音差 對不對 他會去看他的音在什麼地方 那一樣的 我們今天在訓練你當評審 對不對 你今天你說的跟他說的差多少 你們必須要有一個標準化的過程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這個課程裡面 我們就會提供一個標準的香料組 這個香料上面講的胡椒味 我講胡椒味 我們這邊每個腦袋裡都有一個胡椒的味道 對不對 好 所以當你給你這個咖啡 你會勾胡椒味 他不會勾胡椒味 他會勾別的味道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就會提供一個咖啡的 就是一個胡椒的一個標準樣品 這個就叫胡椒味 OK 聞這個味道就這個 所以以後只要聞到這個味道 這就是勾胡椒味 所以我們有幾種標準的這種香料組 這個就是讓大家能夠做校正 所以你們現在來上這個課 你們是被我當作儀器在校正 希望你們被校正完了之後 你就獨立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校正別的東西 你就可以去校正那個咖啡都好不好 你可以去比賽 你可以去評比說這台咖啡機 煮出來的咖啡好不好 是不是 因為你變成標準品了 對不對 你變成那台標準的儀器了 你這時候才可以去比較這些東西的差異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被校正過 你去做這些比較的時候 人家就會質疑你的公正性 對不對 就好像你今天在高速公路上開車 被人家測速 超速120公里 對不對 這時候你收到發呆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你一定要問說 你那個測速器有沒有校正 如果他沒有校正你就可以不理他 你就可以告他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性質 如果你今天也是一個咖啡評審 你有沒有被校正過 你有沒有被訓練過 你今天講這個東西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不是 所以我們今天是在校正你們這些 這些評審們 所以我們要校正你們 就必須要有標準品 所以我們有標準的香料組 OK 那我們有標準 然後這個咖啡豆 要給你喝的時候 它也必須要是被校正過的 對不對 我今天不同的烘焙度等等的 這個弄出來的咖啡 味道就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光是一個咖啡 要烘到中焙、深焙、淺焙 不同的烘焙度 我要怎麼去控制它 對不對 結果必須要有一個標準的 顏色的色卡 來告訴你說 這個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烘焙度 然後再來就是會有標準塞 我們會有一些去控制這個 生豆的大小的標準塞 然後另外 你在煮咖啡的時候 一定要把豆子磨成粉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把整顆豆子 放下去煮 一定要把它磨成粉 那你磨得多粗磨得多細 就會影響到咖啡的萃取的程度 萃取的速度 對不對 所以那個磨粉的粗細 也需要被校正 所以你不同的磨豆機來的時候 你的要調到同樣的一個磨粉粗細 這樣煮出來的咖啡 條件才會是一致的 這樣子我才有辦法校正你 對不對 我必須要提供一個標準品給你們 你們才能夠知道說 這個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這個就是這個味道 對不對 因為你們現在在被校正 然後另外我們還會有一些海報 今天沒有帶過來 搬新教室 所以插了很多東西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這個課程 提供上面這些標準的東西給你之後 需要有一些實彈訓練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就講了 我們每一次會給你三種咖啡豆 那這三種咖啡豆呢 我們會有不同的方式來做 所以我們總共上課這十次 十六次裡面 我們每一次就會給你一種咖啡 那三種咖啡 那這三種咖啡 我們會按照這個訓練的這個進度 來做一個調整 我們剛開始會按照每一個 每一週會給你環遊世界一週 所以像這個禮拜可能是北美的咖啡 這禮拜是中美週咖啡 這禮拜是南美週的咖啡 為什麼呢 南美週咖啡雖然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每一個地區 南美週會跳三個國家 中美週跳三個國家 雖然都是不同的國家 但是它都是南美週 都是中美週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共同的地理特性 所以他們的差異性有存在 可是它也有一些共同性會存在 所以我們透過這些不同的國家 來自同一個大陸 同一個區塊的地理區塊上面 類似區塊上面 這樣咖啡 希望能夠給你這個感慨上 足夠的刺激 它有足夠的差異 可以讓你去做比較 所以這個是訓練評審的一個過程 就是常常人家講說 做人不要太計較 對不起 要學東西一定要做比較 對不對 透過對比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講 上統計課的時候 你在做回歸分析的時候 要做contrast analysis 對不對 一定要設定對比 對不對 你沒有對比你就沒有辦法去 知道它的差異在哪裡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要訓練你們的時候 我一定要提供給你們對比的樣品出來 所以我給你三種不同的咖啡 對不對 一開始你喝不懂 所以我一定要給你差異性比較大的 這個咖啡 一個是酸的 一個是苦的 你跟我說你喝不出來 抓出去牆壁 對不對 你一定喝得出來的 所以讓你有信心 你可以喝得出這種咖啡 你開始對你的感覺 開始會相信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開始一定是給你簡單的 差異性很大的這個豆子 然後讓你對你自己的感覺有信心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會慢慢的 narrow down 對不對 所以前面的五個禮拜 就是五個不同的大陸 五個不同的地理區塊的豆子 然後接下來五個禮拜走完之後 這時候會發生一件事情 所以現在要退選還來得及 外面的咖啡館咖啡你喝不下去了 所以如果你覺得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外面的咖啡館要繼續喝得下去的話 趕快退選 千萬不要繼續待在這邊 真的真的你會喝不下去 因為你都知道說 一喝這裡面三顆缺陷都有什麼什麼的 對不對 有重組的有什麼的對不對 喝下去會心臟會亂跳 然後這個以後會癌肝臟會出問題等等的 對不對 你就喝不下去了 所以有沒有要退選了快點 OK 好 所以這個是大概到我們這個課 你大概上到三分之一左右 外面的咖啡館的咖啡 所以你大概就喝不下去了 大概就喝不下去了 好 所以你走完這個環遊世界一周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會下到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開始要比較精細一點了 因為你開始要當評審了嘛 前面是讓你有信心 後面就開始讓你真正能夠區分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會 每一個禮拜就給一種豆子 一個麻布袋的豆子 同一個麻布袋的豆子拿出來三種不同的烘焙度 中焙、深焙、淺焙 對不對 剛開始的時候這個烘焙度的差異還會比較大 我們越來越小 這烘焙度的差異只差兩個攝氏度 基本上好像沒差別 但是你應該要喝得出來 那時候你應該要喝得出來 那大部分同學都喝得出來 所以不要覺得說自己會搞不定 沒有問題的 你要相信自己 好 所以這是我們整個課程的一個流程 那我們的課後輔導 我們有個網站資源 這個是我們的網頁 所以你上課要用的PowerPoint 跟一些文字檔的資料 你就可以上這邊去找 那這個你這麼長 麻煩你就Google打台大咖啡學 用Google去找台大咖啡學 你就會連到這個網頁 所以你到這邊的課程進度表裡面 就有所有的這些 每一次上課要用的PowerPoint的檔案 你就可以下載 那你如果scroll down到最下面 這個通常懶人都不會做這種事情 對不對 下面就有個懶人包 我們把上面所有的檔案通通pack 成兩個檔案 所以只要download兩次 就全部都有了 所以這個好像不太合理 這個懶人包應該放在最前面 放在網頁的最上面 所以你可以一個一個下載這些檔案 好 然後另外我們有一個部落格 在那個時候 這個網 這個我們這個PowerPoint 已經做了十年了 就一直沒有update 那時候做部落格 因為那時候只有部落格 那時候還沒有Facebook 所以我們就用部落格 跟大家做溝通 但是好像大家 這個互動性不太好 Block Spot這種東西做得不太好 所以後來Facebook出來 我們就不用了 我們就有個Facebook的網站 所以你們今天回去之後就會接到我的邀請函 加入我們的Facebook的一個同學會 所以在同學會裡面 你就會看到同學會們這些人的一些資訊 因為我們大學部的同學 其實就沒有咖啡業者 但是進修部的 我們進修推廣部的同學 我們已經開了26期了 這麼多年下來 大概三分之一是咖啡館的老闆 三分之一是咖啡業者 三分之一是咖啡的愛好者 所以在這裡面 如果你要買咖啡烘焙機 你就PO一下 就會有人說 價錢你就會有 OK 然後這個一問搞不好還會拿到同學家 對不對 稍微塞捏一下 OK 好 所以這個Facebook這網頁 就是希望你可以加入 但是是我們要求的 然後另外就是要怎麼煮咖啡 我這個課是不教你煮咖啡的 但是很不好意思的是 我要考你煮咖啡 我們其中考會考你煮咖啡 那 這個目的是希望讓你了解 整個咖啡萃取的原理 你知道咖啡萃取的原理之後 你大概以後要去評比這些不同的機器 煮出來的咖啡的時候 你大概就會有個idea 所以 我考你煮咖啡的目的是 希望你去展現你對 咖啡萃取原理的一個了解 那這個 對咖啡萃取原理的了解 最透徹的一種煮咖啡的方法 是鴻溪式的咖啡糊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示範給你看 那其中考的時候 你就要煮一杯給我喝 一個一個來 跟你來面試一樣 Oh my God 我好累啊 那我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各種咖啡的器材 所以前面是幾種你現在會看到的器材 那除了Espresso機器之外 Espresso機器 我們現在是另外在跟大家做示範 那個你要操作的 那我們這裡面呢 第一個會跟大家介紹就是這個咖啡豆 這個咖啡豆 這是我們剛剛烘的 所以剛剛比較三點半以前來的同學 就看到我們在烘這個咖啡 所以這個咖啡是只有一個半小時的新鮮度 所以是最新鮮的咖啡豆了 那這個就是你們以後來你們自己要烘焙的 我們下次就會 你們來就會用前面這台小火車頭去烘焙 那以前我們是用另外一台機器 但是那個機器人用了十年 是很好的機器 那但是因為到這邊來我們就不太方便 所以我們就用比較小的 因為這邊有蒸煙器 如果那個煙的話就一定會 消防車就會來了 所以我們這一台就是會把煙燒掉的 OK 所以會用這一台來做 那在這邊剛剛效果還不錯 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在炒咖啡了 是個細管 好 那所以這是咖啡豆 我們的咖啡是從這個生豆 這是咖啡生豆 有看過 有沒有人沒看過咖啡生豆的 都有了 現在都看到了 OK 不管以前有沒有看到過 這是咖啡生豆 經過烘焙之後就變成咖啡熟豆 那這咖啡熟豆要喝 對不對 所以這個咖啡可以這樣子喝 我們就是把它拿起來 然後放到嘴巴裡面 對不對 像這樣就是現磨咖啡 這時候我再給你一杯水 就變現煮咖啡 OK 所以你可以搖一搖 並且搖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咖啡的 就是這樣 你要把它磨 要把它煮 一定要先磨 所以我們有一台磨豆機 那我們這邊用這台磨豆機 這大概是你們其中烤會用的磨豆機 那這台磨豆機把它打開 蓋子在上面 那下面這邊有刻度 所以你旋轉 就會調整它的磨的粗細 那我們上面已經有做記號了 這邊有紅西胡用 有這個掛耳包用的 不同的刻度 所以你把它對在這邊一條線 對上去之後 你就會知道 這就是我們校正過的 所以你就選擇那個刻度 然後把咖啡豆放進去 然後咖啡放進去 再磨 然後放進去 這邊有一個磨出來的粉盒 你把它放進去 扣進去 因為這是一個開關 你把它打開之後 它就會動 你把這個抽出來 它就停掉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開關 OK 好 我們磨豆子的時候 一個基本的原則 磨豆機要先動 再放豆子 你不要先把豆子放進去 然後再開那個馬達 因為那時候很多時候 那個豆子如果太硬的 那個馬達不夠力的時候 就會卡蛋 那馬達就會受損 所以我們一般的原則就是 磨豆機要先轉 現在在旋轉的狀態 然後豆子再放下去 通常就不會發生 卡蛋的問題 OK 好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弄上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時間 這個時間 前面有一個旋鈕的時間 你不管就把它轉到最大 然後轉最久這樣子 OK 好 那就不管它 好 所以 好 所以 我們就把它 我們剛剛調在這個 紅西湖的大小 然後我們就把它旋轉 然後我們就放一瓢下去 兩瓢下去 三瓢下去 這麼多人要喝 我們四瓢下去 好 就讓它去磨 OK 那我們等一下先用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大家可能都會有的 因為這一台才八百塊錢 一千塊錢就有的 美式咖啡壺 好 那這種就是一般家用的美式咖啡 我剛剛跟你講說 我被引誘的十塊美金的 就是這樣子一個機器 所以這個機器基本上 是我們所謂的低漏式 Procolation的 Dripping Type的這種 烘焙的這種咖啡機 好 那 好 好了 對不對 你聽到它沒有聲音了 把它抽開 那就停了 好 這樣子比較安靜一點 好 那這個 像這種我們叫做 Dripping Type 就是低漏式的咖啡 那它需要有一個過濾的系統 所以你可以用濾紙 一般大家用的都是用濾紙 所以外面你可以買到 1號 2號 3號 4號 我一直搞不清楚 這個到底哪一個是哪一個 對 因為講一講就會講到忘掉 我好像大家通用都是4號的 所以你就用4號的濾紙 把它放進去 那我們在煮這種咖啡的時候 就把這個濾紙放進去 那我們煮咖啡的時候呢 你的水量跟粉量是非常重要的 粉水的比例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一般 在咖啡裡面我們的定義 一杯咖啡是指多少的容量呢 120cc 我們講了一杯咖啡 就是120cc的容量 好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 我們的萃取比例就是粉跟水的比例的話呢 一般是7到11克 7到11克 這個放一杯的水量 那這個東西呢是 美國有一個在1940年代的時候 成立的一個Coffee Research Institute 它專門去研究 這個咖啡相關的議題 你所有你想過要問的問題 所有你沒有想過要問的問題 他們都做了 這樣花了20年的時間 就得到一些結論 那粉水的比例 粉跟水的比例 1比12到1比20之間 是一般消費者 喝出來可以喝的 大家會覺得OK的 也就是1cc 1公克的豆子 1公克的粉 比12cc的水 或一直到比20cc的水 這樣煮出來的咖啡的濃度 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意思就是 如果這個豆子 我是比較黑心的墊的話 我就1比20 對不對 我就表示我1公克 一杯120cc的水 只要6公克就可以了 如果1比12的話 我要10公克的豆子 所以我等於多了快 一半以上的豆子 那如果我今天這個豆子 是1磅3000塊的 那個價差就差很多 所以對咖啡館業者來講 他能夠用1比20去泡咖啡 他絕對不會用其他的比例來泡 但只要1比20泡出來的咖啡濃度 是消費者可以接受的 為什麼不用1比20 OK 那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消費者不知道你用多少比例 他只知道這杯咖啡喝起來 好不好喝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 那為什麼會有1比12到1比20之間的差別呢 就在於豆子裡面的內容物不一樣 有的豆子內容物比較豐富 所以它1比20就 融出的那些量就很多了 如果這個豆子本身內容物比較不足 對不對 你1比12也還沒有太多東西可以被融出 所以你喝起來還是淡淡水水的 所以1比12到1比20其實不是一個 它只是一個參考的範圍 重點是在最後你融出來那個 萃取出來那個咖啡的內容物的量 有多少 是那個東西在重要 OK 好 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是這個範圍內就可以 那你今天如果煮咖啡 像我們這樣拿一個天瓶 拿一個什麼東西 拿一個燒杯來弄的話 非常科學 可是一點都不優雅 對不對 喝咖啡本來就是一種非常 對不對 有氣質的事情 然後你把燒杯端出來就灑風景了 所以千萬不可以幹這種事情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又要1比12到1比20 所以這時候這一根瓢子就很重要 這一根瓢子做出來 這樣子你去秤 它大概它的重量是1比7公克到11克之間 一瓢咬起來的豆子你去秤它 大概7到11克 OK 所以呢 你就1杯水放1瓢的豆子 就會落在1比12到1比20之間 OK 所以你懂了吧 所以你就不需要拿天瓶出來 反正每一次我就煮一杯好就1瓢 2杯2瓢 3杯3瓢 4杯4瓢 就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家裡要比較優雅的 表現這個咖啡的時候可以這樣說 那如果你今天要做實驗 那對不起你真的要拿來秤重了 像下次你們來當杯色的時候 當直升做杯色的時候 那真的要秤重 秤到小數點下1位 不用到2位只要1位就可以了 OK好 所以粉我們剛剛放幾湯匙 6湯匙 對不對 4匙 4匙 因為這個大概不會太好喝 所以你們大概不會喝太多 好我們就放4匙 我們現在就放4杯 好 那我們把這個紙放進去 然後你要煮的時候呢 你大部分就是直接把粉磨好的倒進來 對不對 然後就加水然後就去煮 對不對 這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紙 它放在櫃子裡面 是不是 你櫃子裡面除了紙之外 還會有其他的雜物 是吧 所以它這個紙本身是會吸一些味道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紙拿出來 一聞就知道說你們家櫃子裡面 之前你們家很喜歡吃咖哩 你們家很喜歡吃乖乖 對不對 所以這個裡面就有那個味道 所以這個紙的味道 就會跑到你咖啡味道裡面去 OK 那煮咖啡你是要煮咖啡給人家喝 還是要煮這些紙的味道給人家喝 不是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這個咖啡味道很乾淨 弄得很乾淨 就是要先把紙洗一洗 怎麼洗呢 就是不放粉 先煮一遍 所以這時候你把氣桶裝上去 OK 然後就把水倒下去 那倒這個就不用多啦 就倒個兩杯的水量就可以了 我這個每一個學期表演一次 對 不太用這一台 你把它打開 然後它等一下就會開始煮水 然後那個紙就在裡面 所以等一下紙就會乾淨 所以你們在做手沖咖啡的時候 不是要先把濾紙用水沖一沖嗎 它的目的就在洗這個濾紙 我再洗這個濾紙 那這個是這種的過濾的系統 那這一台是美式的咖啡壺 這一台也是美式的咖啡壺 那這一台呢是歐洲做的 歐洲人不喝美式咖啡 因為美式咖啡是美國人喝的 可是他們還是出了歐式 美式咖啡壺出來 但是差別在於它的心臟 它裡面這個加熱器 是Espresso機器的加熱器 所以它熱的穩定性非常高 出來的水它正負0.5度C 所以等於是儀器級的 它萃取的溫度就非常穩定 這一台呢 到底萃取出來是多少度 沒人知道的 所以這個一台大概就是 一千塊兩千塊 這一台一萬塊 那這一台第一年推出 在歐洲市場賣了40萬台 在不喝美式咖啡的地方 可以賣到40萬台 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OK 好 所以它現在水出來 它現在正在洗 那我們在用這種咖啡在煮的時候 它這個壺也是一樣 其實它是一樣的系統 它有一個過濾的系統 裡面有一個濾杯 你可以裝濾紙 可以剛把剛的濾紙裝進去 OK 那這個東西它也可以裝濾紙 它有我們剛就裝濾紙下去 那差別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這邊我們用的是一個金屬濾網 因為是金屬濾網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煮咖啡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粉 放在金屬濾網上面 那這個等一下會讓你做個對比 會讓你做個對比 這兩台不同的機器 其實比起來已經不公平了 現在又用不同的過濾系統 它會更不公平 因為這是濾紙 這是濾網 濾紙跟濾網有什麼差別 問女孩子最清楚 對不對 女孩子你在夏天的時候 當你T字部位出油的時候怎麼辦 就要拿出你的吸油麵紙 所以紙是可以怎麼樣 吸油的 OK 所以我們咖啡在煮的時候 它煮出來 咖啡豆本身是一顆豆子 對不對 豆子是一個種子 它是一個儲藏器官 所以裡面就含有澱粉脂肪蛋白質 所以它有油脂在裡面的 所以這個咖啡在萃取的過程裡面 油脂是會被煮出來的 因為它可以溫度出來 它可以被溶出 那跑出來之後 那那個就在咖啡的液體裡面 但是今天因為煮出來的時候 跟咖啡粉這些渣渣泡在一起 所以它煮出來的時候 那些油跟渣渣 還有那些咖啡液體混在一起的情況之下 你不喜歡喝到渣渣 所以你要過濾它 所以這時候你用了你的濾紙去過濾它 對不對 在過濾的時候 濾紙幫你把渣渣過濾掉了 同時它也把你的油脂也吸不掉了 就我們剛剛講 吸油麵紙 就在吸你的油 OK 所以你這種咖啡煮出來之後 你的咖啡裡面的油脂含量 就跑到濾紙上面去了 所以這個咖啡喝起來就水水的 對不對 好 所以像這樣的咖啡你就會抱怨 水水了 所以怎麼辦 對不對 奶油球就給它加下去了 對不對 所以就覺得 這個喝起來不會水水的 又很creamy 對不對 然後你吃到很多反式脂肪 OK 問題是人家豆子裡面本來的脂肪是很好的 是天然的東西 我們不是有whole food的想法嗎 就是一個完整食物的一個概念 是不是 所以你就是要有這種全食物的這種概念 所以我們剛剛的紙弄好了 然後把這個粉倒回去 好 現在這就是一個小trick 以後你到人家家裡說 按煮一杯咖啡來喝 你只有這個美式咖啡 你煮出來就才比它好喝 插在哪裡 就是這張濾紙要先洗過 你的紙就不會有雜味 OK 所以就插在這邊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小trick 就是你把它粉倒下去的時候 這個粉倒下去會平平的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這個水從上面滴下來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一直下來 一直下來的時候 這個中間的水從上面這樣一直下去的時候 你知道中間是一個漏斗形的 是一個這樣斜下去的形的 所以這個粉的厚度的分布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中間部位就會比較深 粉的深度就會比較深 兩旁就比較淺 所以同樣水下去的時候 中間流經過中間部位的這些粉 對不對 它泡水的時間就會變比較久 因為水在那邊混比較久才會流下去 旁邊很快就流出去了 對不對 所以萃取就不均勻 對不對 有些粉會泡水泡比較久 有些粉泡水時間沒那麼久 所以萃取不均勻 所以到底你要煮哪一種咖啡 對不對 你可以煮出非常豐富的 口味非常豐富複雜的咖啡 可是 就不會乾淨 所以我們解決的辦法就是 你把這個中間粉把它往兩邊撥 就是按照剛剛那個漏斗形 把那個粉撥上去 撥成差不多讓它一樣的厚度 讓它一樣的厚度 這樣去煮出來你的咖啡 它就會比較均勻一點 萃取出來的這個咖啡的 就不會有一些太澀太苦的部分 OK 所以就是把它挖一個勾 然後往兩邊疊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蓋起來 這個裝上去 剛剛我們是煮四杯 放四瓢的這個粉下去 所以我們加水就給它加到四杯粉 哇 放煙火了 再一下下 OK好 所以它現在就開始煮了 所以我們同樣的也是再煮一次 用這個金屬濾網的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知道 我剛剛講了一堆濾紫的缺點之後 現在問你們 那個用金屬濾網會有什麼優點 好 好 所以這也是一樣 也是用這個把它往兩邊撥一撥 小動作你的咖啡就比人家好喝 所以就是辦咖啡比賽的時候要注意的 所謂的咩咩咖啡小細節 就是這些東西 好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個金屬濾網 去做的時候 它就沒有這個濾紫的問題 它就不會吸附 所以呢 像我們這一個就是金屬濾網 這個就是一個我們講的手沖杯 你現在大家流行那個手沖的掛耳包 對不對 我們這是最早期的 這已經12年前 15年前的產品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旅行包 你出去的時候呢 你就帶著這個東西 然後把你的咖啡粉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 這個蓋子蓋上去 然後這邊有洞 這下面有打洞 所以你的水就給它倒上去 它就會慢慢滴 滴好就是一杯咖啡了 所以你下面只要放一個馬克杯 就把它放上去 然後就這樣子就可以喝咖啡了 所以這個是最早期的這種 我們所謂的掛耳式咖啡 現在掛耳式就是幫你做好這個濾子的東西 所以你就不需要去搞什麼 那這個就是最簡單的 你這樣出去就可以去泡你的咖啡 那它特點就是它用的是金屬濾網 金屬濾網 好 所以兩杯咖啡出來 等一下你們就比較一下 這個是用濾子去煮的 喝起來是不是 口感是不是就是水水的 它沒有no body 沒有那個油脂 因為油脂都被紙吸附掉了 那這個是金屬濾網 所以金屬濾網基本上 就不會吸附這些油脂 所以你咖啡喝起來 就口感上面會有一點點黏稠性 會有點黏黏度的感覺 好 那當然這個兩台機器那個水的溫度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煮出來的咖啡滋味 會有一些不太一樣 你告訴我哪一個比較酸 OK 好 所以這個是美式咖啡壺 那另外一個我們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是摩卡壺 你看過的 這是一個摩卡壺 你們看過的 那這種東西是義大利人發明的 發明在1920年代 30年代的時候就有這個機器 那你知道義大利人就喜歡搞那個壓力鍋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的一個概念出來 而且義大人就喜歡標準化 所以他們很喜歡讓他們的咖啡 有一個規格出來 所以用手工去煮什麼去煮 它就是沒有規格 沒有標準化 但是用這個去煮它就有一個規格 所以煮這個東西的話 要把它剝開 它中間有一個粉槽 這就是裝粉的地方 所以這種東西 它基本上中間都會有一個凹槽 凹槽就是煮半壺 裝滿就是煮一壺 所以你看你這一個是 四人份的 六人份的還是兩人份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 如果你這是六人份的 這個是六人份的 你要煮三個人用的 你就裝一半 那水量就裝一半 那這個水裝到哪裡呢 所有的這種摩卡壺 中間一定有一個泄壓法 你的水就是要貼到這個泄壓法 現在不可以淹過泄壓法 淹過泄壓法就會爆掉 所以你的水最高就是 裝到那個泄壓法的下面 然後你要裝一半 就是水就裝一半 那這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所以等一下你就把它放進去 水放進去 然後這個粉 粉就是這樣把它倒進來 鬆鬆的倒進來 不要去壓 你去壓的話 你的咖啡萃取程度就會太強 就是粉就把它倒上去 倒下去之後有點尖尖的對不對 然後拿這個刮刀 或者是我們的那個攪拌棒 咦 我的攪拌棒呢 那一根攪拌棒 就拿一根瓶的東西 就把它刮掉 刮瓶這樣就好了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它通常會附給你一個塑膠的填壓器 就稍微把它壓一下 不要太用力 就是壓瓶 不要讓它粉會倒出來就可以 不壓也無所謂 然後就把它放上去 那有些人還會在上面 放一張濾紙 這叫脫褲子放屁 雖然這個錄影不太恰當 但是espresso 這種摩卡糊 它要的就是那一個油脂 你用一張濾紙 吸油麵紙 你的摩卡煮出來 就不會有油脂的感覺 所以就不對了 雖然說摩卡糊煮出來 通常還會加牛奶 所以也無所謂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你沒有必要 去把這個油脂把它過濾掉 所以它這邊裡面已經有細的 這個金屬網在這邊過濾了 所以你就不太需要去巴的 再放一張濾紙在這邊 沒有理由的 所以很多人就是因為 我愛乾淨 所以搞到就有點過頭了 那這種糊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這邊一個密封的東西 因為它產生壓力 它一定要密封 所以用的是橡皮 橡皮在受熱的時候 就會產生橡膠味 所以這種摩卡糊煮出來的咖啡 一定都會有一個橡膠的味道 那個味道是什麼呢 你們都有騎腳踏車嘛 對不對 騎腳踏車緊急剎車 然後就會聞到一陣燒焦味 你咖啡喝到那種味道就是這個東西 就這個燒掉的 所以你要避免這個東西 你這一顆這個seal 這個歐環 你可以改用矽膠的 用矽膠的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摩卡糊 我們再 這要稍微清一下 這個不行 包不起來 我把它弄壞掉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拆下來去洗的 好 所以我們在講話的當頭 我們的咖啡都煮好了 所以我們就請 第一組跟第六組的同學 你們來serve 第六組的職日生 你來serve這個 你要想辦法把這個分給全班48個人都要喝到 好 然後第一組的職日生 請你們來serve這個 好 ok 好 好 好 所以你們可以喝看看兩種咖啡的差別 那摩卡糊的話 這個 這個 我們試過很多次 大家都不太好喝 所以我們就不煮了 就不煮了 那煮這個 這個糊的好處就是 它摔不破 它摔不破 所以很多去爬山的人 去露營的人就會帶這個糊 因為怎麼樣就一定會有咖啡 而且你加熱的時候 怎麼樣 你加熱的時候 你可以放在你的營火上面去燒它 對不對 就非常豪邁的那種感覺就會出來 ok 所以這個 這個也可以放在瓦斯爐上面 可以放在電磁爐上面 只要是金屬的東西 它就可以去煮 那我們在煮這個時候 我們是可以放在這個架子上面 好 放在架子上面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爐子去煮 所以你們使用這種小瓦斯爐的時候 我們要幫它灌瓦斯 那這個瓦斯 灌飽的時候 它在火力全開的時候 可以燒40分鐘 所以不需要一直去灌它 因為你不會火力全開 你可能只有開半火 那這個火就可以燒 這個爐子就可以燒個一個多小時 沒有問題 那所以不需要一直不斷的去 這個去乾它沖瓦斯 那沖瓦斯的方法是這樣子的 我們買的是這種瓦斯罐 這種是你要去買這種打火機專用的 不要去買那個卡士爐專用的 因為這個一支打火機專用的 它價格可以買三支卡士爐專用的 那種瓦斯罐 差別在哪裡 這裡面沒有雜質 那個卡士爐有雜質 就有比較細的顆粒 那個細的顆粒 如果很多的時候就會卡住你這個出口 那這支就爆銷了 這支就爆銷了 所以你沒有理由去為了一個小小的瓦斯 去把你的這個爐子把它弄壞掉 那我們在灌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要灌的是液態的瓦斯 而不是氣態的瓦斯 對不對 因為這個空間體積就這麼大 它能夠塞進去的東西就這麼多 如果你是塞氣態的瓦斯 大概燒兩分鐘就燒光了 因為一下就沒有了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灌進去是液態的瓦斯 那液態瓦斯氣化它體積可以變很大 所以它可以燒很久 所以你要灌進去的是液態的瓦斯 所以怎麼灌呢 我們用翻過來 因為這個罐子對不對 那這裡面一定是有液體有氣體 對不對 所以誰在上面 氣體會在上面 對不對 所以氣體是有壓力的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這個氣體的壓力 可以把這邊的液體把它擠進去 對不對 如果你這樣灌過來的話 那這氣體噴出來 液體還在下面 對不對 所以我們灌瓦斯灌的時候 一定是翻過來灌 那這個也要翻過來 這樣子 你就把它對著它 然後你灌到它噴水了 灌到它變成液體跑出來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 這就滿了 這個就滿了 你就不要一直灌了 我們記得我們那時候團購這個東西 很多同學就買回去 買了然後 老師借我瓦斯灌 結果每個人都拼命灌 拼命灌 然後老師我都壞掉了 為什麼你把它灌到滿了 你把它整個裡面都灌到滿 沒有留下任何的空間 讓它氣化 所以你點不著 因為沒有空間讓它氣化 所以沒有辦法氣化 所以你就是灌到它噴水 基本上它就是滿了 它還有一定的空間在那邊 它等一下就可以氣化 所以就是灌到噴水就好了 不要一直灌 你可以一直灌下去的 但是你當你灌到它整個滿 沒有辦法氣化的時候 這個瓦斯就沒辦法點火 所以之後怎麼辦 你就必須要把那個氣 一直把它擠出來 把那個液體把它擠出來 然後再重新灌一次才行 OK 所以這個瓦斯灌 是這樣的一個灌法 好 那我們等一下燒這個摩卡壺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 你就把這個爐子裝 那剛剛灌好的東西 它上面有跟你講 要等待三分鐘讓它氣化 那如果你等不及的話 你就可以用手 你的體溫跟它共享一下 促進它氣化 然後就可以把它打開 聽到聲音有沒有 噗 這個瓦斯就起來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上面去 然後它就會去燒這一個水 OK 所以這時候我們先把它拿開 好 那如果你今天放的是一個 一筆卡 土耳其糊 土耳其的咖啡糊的話 那放到上面去 你就可以開始煮你的咖啡 那土耳其咖啡它的特點就是 要把咖啡粉磨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細 就是Espresso機器 Espresso的抹粉機的最細的那個刻度 基本上就跟 比那個粉塵一樣 非常非常細的 然後它的豆子要磨得 要烘焙的比較重一點 然後把這個東西放上去 放一兩匙 然後要加糖 然後加香料 那個香料就是不可說的香料 就是我們家的秘方 OK 所以你今天到土耳其去 每一家的咖啡喝起來味道都不一樣 因為他們家的香料的比例跟種類 是不會告訴你的 那是它的特條秘方 那如果你要去相親的時候 男生要去女生家相親的時候 這女生就會躲在後面偷偷的看 哎呀 帥哥啊 好啊 放三瓢糖啊 對不對 一喝甜蜜蜜的 就看 喔 怎麼會這樣 放兩匙鹽 對不對 所以你喝到咖啡的男生就知道說 媽媽 我們回家吧 他給我喝鹹的咖啡 所以這個就是獨耳其咖啡的一個玩法 所以它可以放任何的調味料在這裡面 你把你的原料放進去 然後把水加進去 所以大概加到一半左右 然後火就放上去 然後就開 開了之後這個水就會滾起來 當它滾起來的時候就把它拿起來 OK 讓它消下去 然後再放回去 再滾起來 再消下去 再滾起來 三滾三滾三次 那這個咖啡就好了 然後這時候就把它攪一攪 倒到你的咖啡杯裡面去 這個咖啡就完成了 所以土耳其咖啡的做法是非常簡單的 非常古老的做法 OK 好 那我們下面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洪西湖 洪西湖我今天很快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好 我們這個洪西湖呢 我們有一個濾網 有一個過濾系統 有一個濾布在這邊 然後這是上壺 我們把濾布放進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彈簧 有一根鐵絲 然後下面有珠珠 所以你要確保這三個在一條線上面沒有勾住 然後把它放下去 然後這個勾勾 珠珠把它拉下來 然後這個鐵絲下面有一個彎起來的鐵絲 把它扣在這個壺底的玻璃圈這邊 然後確定這邊沒有打勾 沒有勾到 就是很順的這樣勾下來 然後上面是平的 這樣把它擺在旁邊備用 然後我們加水 那我們這個壺是三人份的壺 你要判斷它是幾人份 你看旁邊這邊有一個杯子的形狀 杯子裡面有寫2 這邊是兩杯份 有3 這邊就是三杯份 如果這是五人壺的話 這就是3 這就是5 所以我們在煮的時候通常會煮 煮到一半的地方 就是三人份的壺 我們煮兩杯 五人份的壺我們煮三杯 就會煮到中間這個地方 那我們加水的時候會加到 因為這個粉煮下去之後會吸水 對不對 所以你煮出來要240cc 那粉會吸水 所以你就必須要多加一點 讓那個粉吸掉一些水 煮出來還有240cc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會加到 這個Made in Japan的下緣 等於是畫底線一樣 那個用水去畫底線 好了上過普通化學 要看那個底線一定要跟它水平 對不對 要跟它平行太多了 OK 差不多 那我們基本上今天因為在這邊 我沒有那個熱水壺 我的抹布 我們基本上煮的時候呢 會用飲水機的熱水來煮 因為如果我用這樣子的水來煮的時候 今天10幾度 夏天的時候30幾度 對不對 我的其實點是不同的 所以那個燒到開的時間就會不一樣 所以你每一次煮咖啡你的萃取條件 就不一致了對不對 這是科學人必須要知道的 對不對 我們要萃取條件的一致 一致性 你的才會有可能會有重複性 對不對 好 所以今天會示範 我們就沒辦法 就這樣 本來應該要拿我們的 飲水機的水出來 飲水機水出來大概都85度左右 這樣的話你去燒的時候 你整個系統的 所接受到的熱能 Energy input就會差不多 如果像你現在是10度 你要燒到90度 你的Energy input就會比較多 所以這個系統 這個水 這個Energy除了跑到水之外 你整個這個壺 也會溫度會升得比較高 所以這樣的話 你萃取的條件就不一致了 OK 所以不管你怎麼樣子 你都要得到一個 一致的一個萃取條件 那我們今天就先做一個示範 就先跟大家做說明 好 那我們就把火放下去 就讓它開 全開 好 那我們剛剛是放兩杯份的水 所以我們就放這個豆子下去 煮也是放兩瓢 先開 但是這個豆子剛烘焙好 這個豆子剛烘焙好 所以它味道還沒有完整的發 所謂develop出來 所以我們通常在煮這種豆子的時候 我們會再做加半瓢 所以我會加兩瓢半的豆子下去 但是如果這個豆子放過到第三天 它已經發育得比較完整 味道都出來了 那時候就是兩瓢就可以了 就兩杯兩瓢 三杯三瓢 但是因為這是剛剛才烘好了 豆子的味道還沒有出來 但是我們急著要測試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就是加半瓢的粉量 就可以去彌補這個差別 那我們這邊有電動的紅瓢 什麼事情都要講求快 對不對 所以這一支是電動的紅瓢 OK 那這個電動的紅瓢 是more than true 也是歐洲的名牌 設計得滿不錯的 這個造型很可愛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架子 可以放你的咖啡粉 OK 所以它的過濾系統是一個PP的濾網 所以它不是用濾紙 所以這個咖啡煮出來 它基本上會有一些味道的 會有一些油脂的 所以它沒有把它過濾掉 所以這個可以拔下來洗 然後你要煮的時候把它套上去就好了 那我們等一下再抹一次那個咖啡粉 我們兩瓢半 它這個壺就是要從冷水開始 你不可以說我要快一點我給它加熱水 你給它加熱水它就不會動 好 這個我們之前在農場要賣這個咖啡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這台機器 結果有一次醫學院的老師來這邊 來四十幾個人 哇要趕快煮對不對 用手工不知道拿到民國幾百年 就把這台搬出來 然後要快我們就用熱水 奇怪機器壞掉了不會動 因為它有保溫裝置 它會去感應說 你現在這個是熱水還是冷水 如果是熱水 它就是進入保溫模式 它就不會煮 所以你一定要放冷水 好 那煮這個很簡單 就把它倒進去 沒有技術 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開關就給它打開 那就給它煮 所以這個就蓋起來就好了 好 那四分鐘它非常固定 四分鐘一定會完成 那這個就很不固定 所以這個可快可 這個就可快可慢 你看 這個咖啡有沒有聞到巧克力味 趕快收一下有嗎 OK OK 好 它這個咖啡是有點巧克力味的 好 所以現在這個 紅西湖也開始起來了 它 OK 好 它現在水在上升 好 好 我們這個紅西湖的原理 是這樣子的 它是一個 上面這一個是一個湖 它這邊有一個橡皮墊 那邊也是一個橡皮墊 它把它蓋起來之後 下面這個湖 就變成是一個密閉空間 那它中間有一根 有一根這個棒子 會插到水裡面去 所以因為有水的關係 所以裡面 這個上面這邊 就變成一個密閉的空間 那所以當我們把這個加熱的時候 這個水 像那邊水滴 水就開始上來 就產生水蒸氣 這邊也開始產生水蒸氣 水就開始產生水蒸氣 當然會 停留在這個空間 那我們 水的物理性質 固體 液體 氣體 哪一個體積最大 氣體的時候體積會最大 所以同樣體積就這麼大 但是現在水變成氣態的時候 它就開始產生壓力 對不對 體積變大 然後同樣的範圍把它壓住的時候 它壓力就會增加 所以壓力增加的時候 這水就開始會被擠 對不對 那剛好那根插下去的 那根玻璃桿子 這個就提供一個通道 所以那個水就會被它 從上面擠上來 所以水會往上升 是因為那個氣壓 水蒸氣產生的氣壓 把那個水擠上來 所以這邊也開始擠上來 這邊也開始擠上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洪溪湖的一個原理 所以它叫做Vacuum Pot 就是壓力湖 原因就是我們在操作這個壓力 我們在組的時候 讓這個水蒸氣 水變成水蒸氣 產生水蒸氣壓 然後有這個壓力 把這個水擠上來 所以我們的咖啡粉放在上面 這個咖啡粉就會跟這個水 擠上來這個水 開始去接觸 它就開始去萃取 好 那我們這種煮法的時候 它現在上來了很快 對不對 你看氣泡一直鬆上來 對不對 這沖得很快 那這個上來的這個氣泡的量 跟你火的大小有關係 你的火開越大對不對 那產生的水蒸氣就越多 對不對 那氣泡量就會越多 上來的溫度就越高 所以我們在煮的時候 我們會控制一個 適當的一個火力 讓它產生的這個水蒸氣的量 是差不多的 你每一次要煮的時候 就達到一個穩定性 好 所以我們就看 你要怎麼知道說 你煮咖啡的時候 再拿一個壓力計來測嗎 又很不優雅 好 所以我們就會用這個氣泡 你看到這個氣泡的樣子 氣泡上來這個量的多少 來做一個決定 所以我們大概就根據這個氣泡量 而不是根據這個火的大小 因為這個爐子可大可小 對不對 所以是看上來這個氣泡量的大小 所以你每一次煮咖啡的時候 你就是固定看到 差不多這樣的一個氣泡量 然後煮出來的咖啡 就會是一個穩定的一個狀態 好 所以我們等它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粉倒下去 那剛看它上來的時候 我們會讓它等30秒到1分鐘 為什麼 因為上面這個湖 剛剛是在空氣裡面 它溫度比較低 所以水上來的時候 溫度就會下降 對不對 那你讓它上來之後 等個30秒左右 那個水蒸氣上來補充了 整個系統 溫度就穩定了 這是科學 要穩定 對不對 好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粉倒下去 好 那我們倒下去 等一下幫我弄一下濕 弄冷水 欸 timer 要要計時 很不優雅 沒辦法 誰叫我們是科學家 OK 好 所以現在上面煮 它等一下時間到就會掉下去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粉倒進去 OK 謝謝 好 然後弄下去之後 我們開始攪拌 這個目的就是讓粉跟水 能夠充分的混合 因為你要萃取 對不對 所以粉跟水一定要充分混合 要不然你不讓它充分混合 你幹嘛放它下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充分的攪拌 好 就這樣子 然後呢 就放著 它就在萃取 那你會看到它有分層 有沒有 上面有細細的泡沫 然後再來有一點這個粉渣 對不對 然後再下面一層 所以它要分三層 這個呢一定是要新鮮的咖啡粉 然後抹粉的粗細要對 水溫要對 它才會分成 豆子要新鮮 它才會分成 只要任何一個條件不對 這個咖啡就不會分成 好 時間到我們把火拿開 好 放旁邊 這樣才不會燙到手 所以 除了要這個科學之外 要很優雅之外 還要注意安全 OK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攪很快 我們攪的目的就是要產生一個漩渦 產生一個離心力 把咖啡渣裡面 剛剛你在萃取的時候 那個咖啡渣裡面有一些水跑進去了 我們要把那個水把它甩出來 好 下一次我們會詳細的解釋 OK 然後你這樣包著它 大概數個差不多10秒鐘去摸屁股 哇 你看變魔術 手術有變魔術有練過 對不對 氣泡就會跑出來 然後換一面 把膜布換一面 比較涼的那一面 繼續包上面 就不要再去摸屁股了 剛剛有摸一次屁股對不對 現在不要再摸屁股 你知道 那個閒豬手只能做一次 不能做第二次 第二次就會被抓到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包上面 讓溫度能夠下降 然後這樣子它就下來了 對不對 然後你就摸著它 就感覺啵啵啵啵啵 整個水都下來的時候 它才會產生那個氣泡 大的氣泡 就不要它萃取完成 就把它打開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很優雅 就可以煮完一杯咖啡 好 然後讓它滴一下 然後放到架子上面去 好 這壺咖啵就煮好了 OK 所以 這個想辦法倒成48個人 有點困難 這壺應該沒問題 你看它煮得好開心有沒有 這個會很苦 因為它煮這麼久的情況之下 這個它煮那麼久 我們剛剛這個總共只有煮40秒 那包括它自己下來 就是剛剛下來後面的操作 我們大概煮到55秒到60秒之間 這個在上面這樣 這麼用力的滾 你看它滾多久了 所以它萃取的程度會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剛剛兩個 這兩個就是手工煮的 跟這個煮的 磨的粉的粗細 是一樣的粗細 那這個就會萃取過度 所以現在就聞到那個輪胎味 你就聞到這個輪胎味 它已經萃取過度了 所以等一下這杯咖啡 同樣的豆子 對不對 同一碗的豆子 煮出來 這個就會有一點 焦味會出現 那那個就是酸味會出現 所以這是萃取程度上的差異 那你知道這台機器 因為機器是死的 對不對 那你要讓它煮出好咖啡 怎麼辦 你的粉就要磨粗一點 這個就用法式綠鴨糊的粗細 非常非常粗的粗細 然後讓它去煮 煮出來咖啡應該就還不錯吃 還不錯喝 因為這個BORDEN是名牌 那他們這個產品在市面上 已經很多很多年了 表示市場上是有一定的接受度的 好 所以它就煮好了 它下來了 好 那我們再把這個粉 把它卸下來的時候 你們怎麼做咧 不優雅 重點不只是不優雅 還不科學 還說你是學科學的人 要利用一點物理原理 對不對 我們怎麼做咧 對不對 這個不是卡在這邊嗎 對不對 這是什麼 慣性 你只要一拍 它就鬆了 有沒有 一拍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力量往下嘛 然後這個粉就往上彈回來 所以你倒 有沒有很優雅 重點是你利用了慣性 這是科學原理 這個東西不是很像你們家的萃取的嗎 你有做化學實驗的人 就不像很 不是就是那個東西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化學儀器 所以既然是一個化學儀器 在操作它的時候 你就要應用它的原理 所以你煮出來的咖啡就可以很科學 那為什麼 可以重複 我們今天煮一杯咖啡 如果你今天自己煮了給自己喝 很開心就算了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做商業行為 你要煮出很穩定的咖啡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有這些東西 才可以做得出來 那所以 我們下禮拜會很詳細的跟你解釋 每一個步驟 跟咖啡品質的關係 那今天就是這樣給大家看一看就好了 OK 所以這個 然後把這個把它打下來 打下來之後 你放到水槽上面去 用這一個 用那個水把它清洗乾淨 然後手去搓一搓就好了 搓完之後 這個東西上面是有一些油脂的 咖啡豆是有油脂的 對不對 這是有油脂的 所以 你怎麼把它洗乾淨 你如果不把它洗乾淨 那個油脂晾在那邊 一般人就是那個濾布洗好之後 就會把它晾在 掛在旁邊晾乾 那我們以前也是這樣 因為很多人都這樣做 很多人都這樣教我們 結果那時候我們就 學的時候呢 就去買了藍山咖啡 來哥倫皮亞開 還花了錢買了 那個巴西咖啡 藍山咖啡這樣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煮 剛開始 新的東西第一次煮 巴西咖啡果然是比不上藍山咖啡 藍山咖啡真的好啊 OK 那我們就每天煮每天煮 煮到第十天 奇怪 為什麼藍山咖啡輸了 藍山咖啡喝起來 跟巴西咖啡一樣 為什麼 後來就是 知道就是那個布 因為你每天洗 每天就把它晾乾 晾乾之後呢 它有那麼快乾嗎 沒有那麼快乾 那你給把它洗乾淨嗎 沒有 上面有一些油脂 有一些蛋白質 對不對 那放在空氣裡面 它就氧化了 所以蛋白質氧化就是那個味道 所以你咖啡煮出來 就永遠有那個蛋白質氧化的味道 那個叫做尿部味 OK 所以你在洗這個咖啡的時候 你不能夠用清潔劑去洗 因為你不小心沒有洗乾淨 你的咖啡 對 要請你們喝這個咖啡 夠光額 來來來 沒問題吧 每個人一杯 每個人四十八 四十八個人都有一個沒問題 剛剛那個就有點問題 這個就沒問題 好 所以 我們不能夠用清潔劑去洗 這一個濾布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辦法說保證你都洗得乾乾淨淨的 所以我們怎麼辦 我們的辦法就是用熱水去泡 所以等一下你用到水溫頭上面 用水把它洗乾淨之後 你就拿著一個碗 或者是任何一個容器 然後把這個布放在裡面 OK 然後把熱水放進去 熱水放進去 然後那個熱水就會把那個布上面的油脂 還有一些蛋白質就會讓它溶解 然後浮在水面上 所以這時候你的布要擺哪一面 布的面要朝上 那個面要朝下 面朝下 拉出去斃了 你面朝下的時候 這些油黏在哪一面 油就黏在這一面 你這個油融出來 然後還是卡在那一邊 沒有用 你的目的就是要用熱水去把那個油融出來 所以你這個面要朝上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熱水一弄 這個油就上來了 蛋白質就會融出來了 是不是 所以這樣你就可以把它泡乾淨 所以你用熱水這個面 這個濾布面一定要朝上 然後熱水一定要淹過那個濾布 一定要淹過濾布的面 至少一公分左右 那這樣子的話你泡個五分鐘 水溫就降到快要冷掉了 這時候把水倒掉 再加一次熱水 泡兩次 兩次五分鐘 完了之後再加乾淨的清水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 水一樣要淹過去 像我們這樣就淹過去 然後這個把它蓋起來 放到冰箱裡面去 如果你不把它蓋起來 你就這樣子給它放著 你這塊濾布下次就會 充滿了冰箱的味道 你冰箱有什麼東西 有這個枸杞 有這個素不辣 對不對 它裡面就會有那個枸杞的味道 因為它會吸味 布會吸味的 OK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蓋起來 不管是用這個收納的東西 或者是用一個保鮮膜 反正就是要隔離就對了 要不然它會幫你 它變成一個除臭劑 那我們這個濾布的話 你只要這樣清潔 我們大概可以用一年 外面很多人會跟你講說 這個洪西湖的濾布 每十湖要換一次 我沒那個錢 因為這麼多同學 我大概每天就要換濾布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濾布 你看這麼多同學 每個人煮二三十湖 我還是沒有換濾布 但是煮出來咖啡就是OK的 因為它不會有前面的味道干擾 就是用剛剛的方式去清潔你的這個濾布 你的濾布基本上就OK 那萬一哪一天真的很不行 怎麼辦 就把這濾布拿去煮一煮 煮個二十分鐘 那整個濾布就會非常非常乾淨 萬一你真的覺得很受不了的話怎麼辦 放一點那個小蘇打粉下去煮 會更乾淨 OK 那這個就是整個濾布的清潔跟保養 就這樣子 一般我們用這種方式 用熱水泡兩次 五分鐘 然後最後再用清水把它換掉 然後蓋子蓋起來放到冰箱裡面去 這就OK了 所以今天我們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就講到這邊 那剛剛你們喝了這些咖啡 有差別嗎 我們第一個那個美式咖啡糊 兩種不同的糊具 一個是用濾紙的 一個是用金屬濾網的 喝得出差別嗎 有沒有差別 說不出什麼差別沒有關係 但是知道不一樣 OK OK 都分得出來嗎 因為差別蠻大的吧 OK 因為它的溫度 不只是濾紙的問題 還有溫度的問題 萃取溫度也不太一樣 好 那另外一個 剛剛的洪西湖 你們都喝到了嗎 洪西湖喝到了 手工的洪西湖跟那個機器組的 有沒有不一樣 機器組的比較好喝 哎呀不要那麼馬皮 狗腿嘛 哈哈哈哈 這個其實那個是我們故意搞砸他的 這個機器組的其實是可以組得很好喝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萃取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你們要來學的東西 你們要來學的東西 然後你們這些會喝咖啡會悲策的人 就是要喝到好喝 那你懂它的原理的時候 你就知道怎麼去調整裡面那些東西 粉的量 水的量 然後粉的粗細 豆子的烘培度等等 這些都是你可以去調整的東西 那不管怎麼樣 人家弄不好喝的 你可以把它弄好喝 你就是神嘛 是不是 你要懂原理 你就辦法去調整它 你的嘴巴可以喝得出差別 你就有辦法透過你的嘴巴去校正 去判定這個品質的差別 所以我們整個課程 在做官能鑑定 在做這個咖啡學的訓練 就是在訓練你這些地方 那這些東西呢 是需要花時間的 你要去培養你的這些味覺 你要去描述你的咖啡的味道 這個是需要花時間的 所以我們這個課 我在進修推廣部 我一直希望能夠多開幾班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的味覺是需要被開啟的 這個並不像說我念書 我今天晚上K一個晚上明天去考試 然後後天把它忘光 對不對 你的味覺是需要時間去培養它 去開發它的 好 所以從今天開始 你要學好 喝咖啡學 要學會喝咖啡 你就從今天就要開始 從等一下開始 出去開始吃你的晚餐就開始 你要注意你的食物的味道 你想想看你以前怎麼吃飯的 我吃進去 對不對 你放一點心思去focus在你的食物 你吃這一口飯 吃進去什麼味道 甜味 口感硬硬的 軟軟的 什麼去感覺它 去感受它 你吃了一口菜 這一口菜 是脆脆的 是軟軟的 是酥酥的 是鹹鹹的 那香氣怎麼樣 它味道怎麼樣 對不對 那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糖 這是八角 這是什麼東西 你開始去記憶這些食物的味道 各個元素 各個成分 以前你都做過 以前你都在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沒有注意的去做它 OK 從現在開始 你想要學會喝咖啡 其實沒什麼 就是從你的感官 你要訓練你的感官 開始去熟悉這些東西 那你要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知道它是什麼感覺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你有感覺 就好像我剛剛問你說有沒有差別 這兩個咖啡有沒有差別 對不對 你要先知道它有沒有差別 好 你先開始讓自己去對這些東西的差別 開始能夠認知 知道它有差別 然後這時候你開始去注意這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這是糖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開始去記憶它的味道 你都記得的 你都吃過了 但是你過去都沒有pay attention 你都沒有注意它 對不對 所以你就讓它浪費掉了 所以那個時間 你吃那個食物的時間是浪費的 你本來可以感受它的 對不對 對不對 為什麼你今天碰到咖啡 你就要花時間去感受它 咖啡也不過就是一個飲料 對不對 它有那麼特別嗎 它能夠讓你吃飽嗎 對不對 你肚子餓的時候你不吃咖啡 你肚子餓的時候你不吃咖啡 你肚子餓的時候你吃飯 你要吃麵的 對不對 那同樣的會讓你飽了麵跟飯 為什麼你不去感受它呢 對不對 這不對的 對不對 應該要一視同仁 因為對你來講都是一個味覺的感覺 吃到肚子裡面去都是一樣的東西 是不是 所以它沒有什麼不一樣 是你對待它不一樣 他們都一樣 但是是你這個人對待它不一樣 那你今天要去描述你的咖啡 描述你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是要把大家日常的習慣把它講出來 你今天去描述這個東西 你如果跟我講 這個是這個羅勒的味道 聽不懂 你剛才講說高讚他 喔 知道了 這是一個語言溝通 你的感覺 他的感覺 這是通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描述咖啡的時候 現在很多人在講要比國際接軌 對不對 好 我們就拿西洋的香料 你聽過百里香 沒有印香 對不對 那東西不是我們東方食物的這些香味 所以你用這東西去描述它的時候 那是火星來的 對不對 可是你今天如果跟我講 這是羅勒 這是當歸 對不對 這我都吃過 所以他就很有感覺 所以你跟他溝通 這個人懂咖啡 他是我的師父 他是我的什麼人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溝通的技巧 那所以你懂這些食物 你在跟人家溝通的時候 你就不必限定 因為你的目的是跟他溝通 不是在秀你懂這些東西 你懂再多 他如果不認同 沒有辦法跟你感受的話 你的溝通是無效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用他懂的語言 他懂的這些經驗 對不對 你用的這些香料的形容詞 就必須要是用這些東西 OK 好 所以你今天吃的食物 你不要管說我今天要學咖啡 所以我一定要去吃西餐 吃洋的食物 你未來你的朋友還是吃中餐的多 你今天喝咖啡的時候 還是跟這些吃中餐的人在溝通 所以你就必須要用他們的食物的元素裡面 食物的味覺的元素裡面 去跟他們溝通 才是對的 OK 所以哪一天你到美國去的 那你就開始要講起司 這是blue cheese的味道 這是什麼東西的味道 OK 那因為他們那是他們的食物 所以今天人家會覺得說 你到那邊去 你可以用這種形容詞跟他們描述 他們會覺得說你很厲害 你懂咖啡 因為你講東西他聽得懂 他可以感受 對不對 你就對了 你講了半天 他沒有辦法感受 他聽不懂 沒有用的 那是沒有辦法 那是一個無效的溝通 所以我今天希望能夠給大家講 就是說你今天來做一個評審 你學會這個東西 不是只有評咖啡而已 所有的食物你都可以評 你評了之後是評什麼 就評你自己的感覺 對不對 你跟這個食物 你focus它了 它給你的什麼東西 你去感受它 你去觀察它 你去記錄它 你去描述它 不就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我今天認識你了 你叫什麼名字啊 對不對 你做什麼工作啊 你怎麼樣啊 對不對 然後這就是一個溝通 所以我今天跟食物溝通 也是這樣的溝通 只是用我的味覺 用我的感覺 用我的形容詞 用我的描述 去形容它 OK 你能夠做到這一個 你可以描述咖啡 你也可以去描述你的巧克力 你也可以去描述你這一道菜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個課程 我們希望 未來在台灣 就是在華人的這個 美食評論家 各位都要站一席之地 因為你被我訓練過了 我就給你這個觀念 你就是把這個觀念講出來 然後你要去感受你這個食物 而不是人云亦云 所以你要用人家聽得懂的話 你今天寫英文的 就要用英文的形容詞 寫中文就要用中文的形容詞 這樣你才有辦法 變成一個有效率的溝通者 才會起來 好吧 所以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時間剛好 所以我們今天很久了 你會這樣看 在那裡 有效率 直接放進來 可以